請你當我這樣過 喝牛奶能長高 竟然是錯誤觀念 要吃鈣質就是要多喝牛奶 牛奶裡面有非常多的鈣 然後喝了牛奶就會長高 就是一直等於有沒有 就是牛奶等於鈣 然後所以鈣等於升高 所以它的牛奶跟鈣 就是每天早上 我都叫它吃一片起司 這個答案應該就是錯 鹿茸對它們來講是便宜 為什麼 因為它們是養鹿人家 所以自己家不缺這個 就給它用 鹿茸他們餅乾在吃這樣 它很小就會進補的時候 會用到這些很補的東西 所以它是很小 它那個時候好像七歲多 它就開始發育乳房了 所以這種很早發育 是不是很早它就會停止住 因為它太早開始發育 第二星 其實它骨頭的那個 我們講說生長板那個地方 骨頭鈣質多 換到容易骨折 有一種疾病叫做 這種先定性的疾病 這類的孩子 它的基因有缺乏 所以它骨頭裡面的鈣質 它排不掉 所以它的骨頭吃進去多少鈣 就跑到骨頭多少鈣 那骨頭就越來越硬 越來越硬 所以這些孩子容易怎樣 像大樹一樣沒有 這些孩子 是長長骨折 太硬 想要高溫一等 你還在補鈣嗎 鈣質迷失大解析 千萬別錯過 在網路上這麼多人 在探討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尤其是這個食品安全 不斷的亮紅燈 吃到了什麼 有沒有補對還是補錯 這關係可大 不要越補越矮 所以到底鈣有多重要 我們先來釐清這個 大方箱的議題好不好 來 黃醫師 鈣重要在哪裡 我們一般講鈣很重要的觀念 是來自於我們的骨頭 大家都覺得說骨頭裡面 如果這個最主要的鋼架 就是這個鈣 這個離子 所以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補了鈣之後 我們就會長得跟 剛剛講大樹一樣 事實上我想這件事情 還是有一點點的誤解 所以待會兒我們會做 很多的討論 事實上骨頭如果有鈣 只是會讓它變硬而已 所以如果變長這件事情 就很難講了 像大樹一樣這麼... 真的會變很硬 不是 它不是這樣 它是說有... 對 是這樣 天啊 其實中醫在看小朋友的 一個調理的部分 它其實... 其實我們中醫以前 從股市到現在 它並沒有特別單一 對某一營養成分 去做一個研究 就是深入的討論 那我們像小朋友的這種部分 其實我們是一個整體性的 小朋友如果你要長高的話 不是只單純補 一個食物 通常會看小朋友 你的體質狀況 我們講說 皮胃這個部分 其實反而是比較重要的 一個部分 那小朋友的時候 他其實消化吸收不好 你再怎麼給他吃 很多的一些食物 去...營養的食物 讓他去長 他其實也不見得會長高 所以我們中醫 在小朋友長高的 那個調理的話 是整體性的 而不是單一說 只有補一個鈣質 或是補某一個 維生素的部分 對啦 所以呢 我們針對這個鈣的部分 我們就要好了解一下 尤其這我們幫大家 稍微的統計了 研究之後呢 發現有一些有錯誤的概念 在哪裡咧 有什麼錯誤的概念 來 第一個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 小孩多補充鈣質 是這個長高的不二法 這是錯誤的 對 我們從小就這樣子 沒有... 圈插牌 沒有錯 他一定是錯誤 圈插比較緊張 你以前做了那麼多的努力 是 是 問號 對還是不對的問題 只有一位差 那妳剛剛反應這麼激烈 我以為妳是認同的 沒有 英文根本是 聽黃醫師講完之後 才取差的 對 但是我曾經有聽過說 就是 其實小朋友在那個 六歲以前或七歲以前 他是要補充 然後他可以 像葉酸這種東西 就是成長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好像鈣質不是 好像鈣質可能是 比如說國高中的時候 好像才需要 可是蛋白質那個肉是長肉啊 對啊 它跟骨頭 我們從小不是都說什麼 要吃鈣質就是要多喝牛奶啊 牛奶裡面有非常多的鈣 然後喝了牛奶就會長高 就是一直等於有沒有 就是牛奶等於鈣 然後所以鈣等於升高 可是那好像都是牛奶廠商 一直打出來的口號 對啊 都在洗腦 對啊 是不是真的呢 好 所以妳們都 大部分都是認為是對的啦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黃醫師 長高不熱法門補充鈣質 這個答案應該就是錯 錯 所以到底要補充什麼 對英文答對 所以是我說的那個肉嗎 我們必須要反過來講啦 如果你今天鈣真的很缺乏 OK 那你的骨質很疏鬆 就像一個棉花一樣 或像一個這個海綿一樣 那當然你要長很高 也是不容易的嘛 因為風一吹就倒了 但是你的鈣質大概到了一個基本的量之後 那個骨架就夠了 再多額外的鈣 可能也不會再一直無限的長高 不然的話 我們應該就是整天一直吃石膏 我們就會長得比大樹還要高了 對不對 因為石膏裡面鈣最多嘛 所以顯然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們身體是一個恆定的 所以這一題如果說多補充鈣質 是長高不熱法門 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你再怎麼多補充 你也不會一直長高下去 這第一個 真的嗎 對 當然不會啦 不然我們可以從今天開始試看看 來 問題喔 這年紀有關係 骨頭裡面不是就是鈣嗎 對 而且因為我也是有一個兒子 然後我們秉持著媳婦的美德 謝謝 謝謝大家不要靠攏了這個 我們是怕說 因為男生啊 其實我覺得男生長得帥不帥啊 五官挺不挺不重要 但是個頭要出來 對 因為那是一個感覺的帥 對 然後呢 氣勢不能輸 個頭 你也可以吃肉就好了 個頭 都吃 你知道嗎 像比方說我的小朋友 他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是每天啊 就是給他會熬那個 因為就想說 魚也可以補充很多的營養 對 然後另外就是 他的牛奶跟鈣啊 就是每天早上 我都叫他吃一片起司 每天 從來沒有煎斷過 然後另外就是要多補充稀飯 然後只要有牛肉 然後還有他如果想要吃零食 或是喝飲料的時候 我都不給他喝飲料 都是喝牛奶 那像零食也要有什麼鈣的成分 那一種零食你才給他吃 對 因為反正零食 對小孩的世界來說 你不給他吃太不人道啦 那反正也是要吃零食 我們就吃一些有營養的嘛 多少吃 所以就是比方說軟糖 有那種 對 然後就是剛學 那個嬰兒剛學吃啊 吃小餅乾 它上面都會特別寫說 對 一定要買那種 就買啦 連餅乾也是 對 那妳的小孩現在以樂樂來講 他的身高在同年紀 真的有比較高了嗎 真的比較高 真的有 他現在在小學 然後他做最後一排 我都不想要做最後一排 好驕傲喔 但是有用啊 有用啊 我感覺起來是有用啊 而且自古以來 妳不覺得很有趣嗎 我們就是所有的老一代 都會講說 現在一代比一代高 所以雖然我們生的是女兒 我們也有壓力耶 就我們的女兒 一定要比我們更高嘛 對不對 不然就好像 對 不然就好像沒養好的感覺 就遺傳基因來講 應該是一代比一代高 所以基本上從懷孕開始 除了比如說三個月的時候 三個月前要吃葉酸 就是怕什麼神經系統幹嘛 然後大概到五個月的時候 那個就會有人 就坊間就會很多推薦妳說 懷孕大概到第幾個月 因為小嬰兒開始長骨頭了 所以妳就要開始補鈣了 所以我從懷孕的時候 就開始補鈣 然後呢 一出生以後 當然就是比如說 開始吃副食品 因為我是喝母奶嘛 母奶就營養很均衡 對 然後吃了副食品以後 一定要大量的用大骨湯 可是我覺得現在資訊 越來越發達 以至於我們現在做父母好為難喔 對 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資訊 比如說我大女兒 喝了很大量的那種就是大骨湯 熬出來的湯底就拿來煮粥 可是後來沒多久呢 就聽有些專家講說 那個大骨湯容易熬出重金水 所以呢 後來就變成我二女兒 就不喝大骨熬出來的湯 她就喝蔬菜熬出來的湯 然後再來就是牛奶 可是牛奶我們又很為難 就是因為有另外一派的說法 其實你反對喝牛奶的 真的很為難 就是害怕她裡面的什麼 荷爾蒙過多 而且我們生的是女生 然後我也真的給她吃起司 就覺得要補鈣 可是又一方面又非常的為難 最近姐 妳一個人有兩個人 對 因為我真的是女兒 吃到了越多越擔心 妳這樣怎麼受得了妳的生活 因為她的如果起司吃太多的話 怕她會性早熟 太早發育 所以就是妳就會 太早發育妳就長不高了 那就會有一點點相反了嘛 那妳最後到底相信什麼 所以我就會變得很矛盾 就是比如說我看到起司 一下餵 一下不餵 然後我就拿回去 然後讓她吃好玩 可是吃完一小盒以後 我就會假裝每次回事 不給她吃 不給她吃 然後好一陣子又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補一下好了 我真的非常害怕 因為我們家Range真的很廣 最矮的150 最高的180 所以就是妳很容易不是很高 妳老公 爺爺 就是我小孩的爺爺 所以就是我公公的180 對啊 那150是誰 150很臭好婆婆 滿穩的 不是 因為我想說妳的身高 不是150嗎 所以沒有 有時候會隔代遺傳 因為我覺得基因真的是 還滿重要的 妳怕遺傳到婆婆嗎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可是如果講到基因的話 那不就乾脆啥事都不要做了 因為如果真的遺傳到 就是比較矮小的話 所以我說我們浩天感到基因啊 對 那就有很多專家講說 妳一定要睡覺 小孩睡覺一定要睡在 9點到3點 最少妳再縮成 10點到2點 妳一定要讓他熟睡 那不是乾休息的時間嗎 對啊 這乾休息更長高 沒有 他說因為他會分泌生長激素 你看 全部人都點頭了 對... 就是有一陣子我非常喜歡 晚上的時候就是 只有那個時候可以休息一下 看一下iPhone 或者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因為他們說 對 所以就變成說我就會神經兮兮 就是什麼東西都關掉這樣子 以前不是說小朋友 會給他一點小夜燈嗎 然後又聽說就是光線會影響 妳在很怕的門去外面 馬路的路 對 妳給他關掉 好 我跟你講真的很為難 我覺得妳很神經 對 妳就覺得說晚上睡覺 我們真的有 我也有這樣子的做法 我也很關了一個禮拜 妳今天把妳監訪 像那個天使跟惡魔拆掉 所以我會變成說很想看 很想看的時候我就會這樣 悶在那個被子裡面 然後這樣我辛苦 我們真的關了一個禮拜 跌倒兩次 就因為太暗了 前兩秒的時候 踩到東西跌倒 對啊 這麼費心是 我一開始我們就想說 我想說這可以做一集嗎 我相信可以 我現在也相信 真的耶 我懂你們心態 但重點是大家這麼多的聲音 一直進來 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嗎 對啦 到底是不是 我們先講實證 我們先講數據 已經有研究告訴我們說 小孩額外補鈣 他最後呢 他只有下肢的骨頭密度 不是長度喔 是密度 增加百分之1.7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的骨頭呢 比人家硬百分之1.7 就是0.017了 黃醫師的意思是不是說 他的骨頭如果跌倒 比較不容易亂 對 就本來敲起來是 破破變成空空這樣 但是多了1.7 而且當他停止 再補充鈣之後 他的骨質就 所以也就是說 過去的努力都浪費了 所以其實骨質本身 也是天生的嘛 骨質本身 也不能這樣講 我們剛剛還沒... 就是在講鈣本身 所造成的影響 就是其實沒有很大的影響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就剛剛講的很多種 補鈣的方式 其實呢 那個湯只要接觸到液體的 大概都沒什麼效啦 什麼大骨湯啊 只要變成水 大概就裡面的東西都不多了 為什麼 鈣是... 因為你那個鈣不溶啊 不會溶解啊 所以原則上 你喝那個湯大概量都不多 而且你想想看 你要把大骨怎麼樣熬到 所有的鈣都跑出來 這是不太可能的 那起司可以吧 起司的裡面的鈣含量 倒是很高 吸收率也滿高 他們剛剛所說的那幾樣 牛奶啦 起司啦 魚啦 什麼之類的 到底哪幾樣是OK的 我就來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研究 就是美國星星那題 兒童醫院的研究 他追蹤四年 然後看看這四年 這小朋友吃的東西 哪些會讓孩子長得比較... 這個時候真的長高囉 不是變硬而已喔 他們後來結果發現是什麼 第一個 深色的蔬菜 深綠色或深黃色的蔬菜 第二個就是精緻的肉 就是不是肥肉那種 精緻的肉 還有牛跟豬 是精緻的肉類 還有花生 就這樣 跟牛小牛都不太一樣對不對 都沒有海鮮 都沒有海鮮 沒有起司 對 沒有起司 可是我有種一個牛肉 我有種一個牛肉 可是... 而且牛肉我們一般想說 它只是補鐵 對啊 它有補充蛋白質 蛋白質 對 但是魚它對於長高 你認為蛋白質的補充是可行的 是可行的 因為它也算是一種精緻的肉 但牛肉的效果更好 應該是各種... 其實只要蛋白質都OK 所以你看這個重點又來了 長高其實跟營養很有關係 我們現在的蛋白質攝取量 比上一代 應該說上上代喔 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長高 真的只是因為我們鈣質補充多嗎 NO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整個... 蛋白質嗎 對 蛋白質的攝取量比較高 然後其他的營養素 也比較不缺乏 以前的人就吃飯 對 吃完飯 菜都被老人家吃光了 現在不一樣 現在都是好東西 都往小孩身上推 所以他們攝取的蛋白質量 都很超標 都很夠的 了解 來 素卿 其實除了剛才那個是 有助於長高的之外 其實還要注意的是 剛才那個研究還發現 有些人... 有些東西非但不一定對長高 沒有幫助 而且還會讓他變胖 或者是讓他不容易長高 台灣小朋友最常犯的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 他們之前統計 我們大概一萬兩千多個些學童 他們自成啊 每天大概都會喝寒糖飲料一杯 可是他們不會喝牛奶 你就想說牛奶沒有幫助對不對 可是寒糖飲料 可能是反而是讓他不容易長高的 因為我記得之前我去跑那個 董事基金會的新聞啊 那時候常跟一個做那個 兒童內分泌科的醫生 他說 事實上當你喝那個 純度非常高 很高糖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進去的時候他們會發現 他進去除了血糖升高之外 其實他可能某種程度會使得 你那個生長激素 生長激素...對不對 就壓抑了他 所以當你高血糖的這段時間 他的生長激素被壓抑 他說你看你的小孩就損失了 喝一杯就損失了兩個小時 長高的時間 那如果我在喝的時候 把燈裙關掉咧 那個有關於燈關掉 睡覺啊對不對 有關於燈關掉的情況 那是晚上 那是針對說他在夜間或者日光 光照對於他的影響 可是你關掉是關掉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你體內這些荷爾蒙 它會互相影響 所以當高血糖的時候 可能是不利於生長激素的 你不要剛才選錯之外 你還讓他喝了這個 所以我覺得剃掉這個 說不定效果是好一些的 有可能 但是剛剛那個 你說關燈那個 我還是想了解一下 你說是真的那個燈關暗了以後 它生長激素就會充分發揮了嗎 還是... 就是因為如果太亮 我們吞黑激素的分泌會受到影響 吞黑激素 這就是另外一個 跟生長有關的激素 所以我對於孩子們睡覺的原則 是第一個要夠暗 那至於... 可是他如果已經睡著了 你就算有燈在這樣 他就已經睡著了 他也看不到啊 不是嗎 如果不是很亮的話 你的眼皮擋得住的都OK 但是如果是開大燈 這就不一樣了 那就不好 對 但至於睡眠的時間 剛剛兩個人點頭 我沒有點頭 我不覺得睡眠 一定要那段時間睡 但是要睡夠 也就是說 因為現在很多家長 他會來找我 就是很焦慮這件事情 說我的小孩 每次爸爸回來都已經九點了 看到爸爸很高興啊 跟他玩 又不好意思說不要玩了 我們要去睡覺 可能打破心子的互動時間 那我就說十二點睡好 你就算了 他這個年齡要睡多少 你就讓他一路睡下去 你不要... 如果說每天十二... 比如說你是十二點 孩子十二點睡 那他這個年齡需要睡到九小時 睡到隔天的中午 隔天的九點十點 那就OK 不過還是回到剛剛的原則 白天還是一定要把那個光放暗 比如說已經早上八九點 太陽都曬進來 你就讓孩子這樣曬太陽 繼續睡 那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窗簾要關好 對 所以窗簾要關好 但讓他睡夠時間 然後規律 然後夠暗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其實像小朋友在長高轉骨房間 就會用什麼那個九層塔頭 去燉雞湯 那九層塔 其實它的那個... 這個植物來講 它的含鈣量 確實是有比較高一些 所以這個的話是可以... 可以從事的 那在我們的中醫觀念來講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藥膳 它除了說補鈣之外 就是燉雞湯之外 那其實像它裡面的話 就是功效來講 是講火血化育 以前的小朋友 他是因為除了 就是發育的時候營養不足 所以爸媽會額外 給他一些蛋白質的補充 那其實像現在的小朋友 他其實反而不是說 就是... 因為以前的小朋友 就還會跑去玩嘛 玩的話常常跌打損傷 會撞到 所以會需要火血化育 那現在的小朋友 他就是... 不是這種動 很多爸媽媽會說 他一個禮拜都沒有在運動 那可能每天都是 坐在書桌上面 看書 都沒有在運動的 那這種其實他也會有一些 氣血不通 也是會有一些血瘀的情況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 一個那個小朋友 如果他都沒有動 他其實也是適合 用一些這種藥膳 就是火血化育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房間還有一個叫那種 那個九尾草 或是叫狗尾草 它也會用在轉骨這個部分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比較多是 適合在濕熱的體質 就小朋友的話 他如果有比較 火氣大 燥熱這個狀況的話 比較容易流汗的一種 對...或是他大便會比較黏 或是流汗比較臭 那這種人他比較適合 所以他並不是所有的小朋友 都適合這樣子 那中藥在一些那種 轉骨或者長高的話 其實會有用像 露蓉這種東西 那露蓉這個的話 露蓉是在壯陽吧 露蓉的話 其實我們不建議說太早使用 就是通常我們會建議 第二性針出現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才會需要去使用 青春期就是 對 青春期 小朋友不要用 就是小朋友 當他第二性針 再開始發育的時候 男生的話主要是 像是喉結 或是體毛 變身這些時候 那女生的話 大概是可以胸部 胸部有在發育的時候 才需要用到這種 補腎壯的藥 因為這種藥的話 其實現在研究來講 它裡面含有一些那種 荷爾蒙性刺激的那個部分 所以千萬不要太早 就是小朋友 太早用會怎樣 太早的話 會讓他性早熟啊 之前就有一個小女生 就是這樣子 他們是那種 露蓉對他們來講是便宜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養露人家 所以他們常常有那種 在收割或幹嘛 想說自己家不缺這個 就給他用 露蓉幫筆桿再吃這樣 他很小就進補的時候 會用到這些很補的東西 所以他是很小 他那個時候 七歲多 然後媽媽就想說 怎麼會這麼早發育 就是因為補很好嗎 就去看醫生醫生說 就是不能補那麼好 因為他這樣子太早了 所以問了之後才發現 他都很小就開始吃這些東西 所以這種很早發育 是不是很早他就會停止住 因為他太早開始發育 第二性子 其實他骨頭的那個 我們講說生長板那個地方 也會比較早癒合 所以他可能開始發育 胸部之後 過一陣子越進來 越進來大概一年半左右 他身高可能就會長不高 我發現很多人 真的搞不太清楚 到底什麼時候應該要補或什麼 像我有同事就問我說 像他女兒 自己還沒來過 我小五年級 那現在到底可不可以吃 什麼四五湯啊 因為他婆婆說 鄰居的小孩都有吃 什麼經痛以後就不會痛 那也問說 那他要不要喝什麼轉骨湯啊 那轉骨湯 是去買坊間的好嗎 還是去中藥行呢 就是婆婆也會一直很關心 孫女說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育 什麼時候能夠長高 所以大家還是會很模糊 這種東西可以用嗎 要什麼時間來用呢 其實像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小朋友如果他還沒有 出現第二性針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話 都先不要服用一些轉骨的 這些東西 那如果他只是長得比較瘦小 或是比較矮啊 或是那種覺得胃口不好 這個時候其實只要調補 腸胃功能 我們就要一些開皮味的藥 讓它的消化吸收比較好 它其實就可以長高了 所以他並不需要去做轉骨的 這個部分 那如果他真的是開始發育 第二性針的時候 然後才 而且可能身高啊 體重啊這些 它的那個落後於一般的 那個童年齡 或是爸媽想要更加強 他的生長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多爸媽 是因為公婆的要求之下 壓力啊 他好像帶來看診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會 試狀況去幫他加一些 就是我們講說 調這個女生男生啊 轉骨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建議 其實還是要先請醫師幫你看診 做一個診斷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在用藥的方面 其實如果是醫師幫你開著處方 他其實比較會 那如果你是外面坊間 買的一些轉骨的湯 那可能就是 因為他是大眾化的配方 可能就沒有辦法完全針對 這個小朋友的體質部分 所以我們成長有兩種極端 一種是快上快下 那個生長的速度 快 然後掉下來 一種是慢功出細活 那這兩種呢 他其實在基因上面 就已經大概已經注定了 他的最後的身高了 只是看先達到還是後達到而已 那這兩種有好壞之分嗎 沒有什麼好壞 也沒有辦法控制吧 也沒有辦法控制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也不要覺得 命中注定就是 Exactly就是170.5公分 我的身高以後就是不會的 我們還是有剛剛講很多營養的因素 你那範圍大概可以寒刮到20公分內 對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的營養健康 運動 好好運動 睡眠睡得好 你可能會達到你那個範圍裡面的最高標 但如果說你就是放著他營養不良 他可能就在那個範圍的最低標 但是你的基因 基本上還是會定在一個範圍內 不可能說每個都變姚明 那好險喔 所以因為你的小孩 一百八一百九還是有期望 對 就不要 現在有20公分 有你的空間 對 好 不過黃醫師 給我們稍微針對這一點 要小小總結 就是說我如果要讓小孩 當然長高要快樂一點 他有一個正確的方式嘛 所以要長高 除了剛剛營養均衡 深色蔬菜之外 那剛剛金美媚講到了很重要運動 還有剛剛瑞君 還有這個英文講到睡眠 這兩個很重要 還有一些不要忘記了 心情愉快 對 這個真的是有統計的喔 那個家裡不穩定家庭 爸媽一直吵架的 小孩長得比人家矮 就是預期的身高都比較矮 那這個是真的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還有一個大家也忘記的 便秘的小孩 因為他就是整個荷爾蒙很不順 每天吸收也不好啊 所以便秘的孩子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達到 我剛剛講 那個範圍裡面的比較高標 他可能就會再稍微偏低一點 好來 接下來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是 小孩容易流汗 這是缺鈣的表現症狀嗎 媽 英文圈 沒有關係吧 只有英文圈 只有英文圈 對 你好特別 我認為就是 因為汗 我覺得 汗是不會只排掉不好的東西 比如說 他會排掉很多電解質 就像有一些廣告不是說 你運動完之後 要補充電解質嗎 所以我認為 汗應該不會自己分辨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所以他排掉不好的 他也會把好的排掉 所以可能 汗裡面還有鈣 對 這是哪聽來的 這個嗎 我自己好像看書 然後他寫說 這書裡面說 像比如說 他應該不是黃醫師的書 不曉得 他真的有那麼多美 像他喝咖啡會骨質疏鬆 喝咖啡會流失鈣質 對 那因為他是 他也是一種鈣質流失 因為咖啡會讓你利尿 讓你會把那個水分排掉 可是如果流汗會流失鈣質的話 就太可怕了吧 因為你看 小朋友的體溫比較高 所以小朋友本來就很容易流汗 但是每個小朋友 每天流汗都在那邊流失鈣質 媽媽不都看著流汗 流汗就嚇了 這還可以 吹冷氣 吹冷氣 小孩在那邊流汗就說 我怎麼做人家媳婦 你給我去吹冷氣 我開吵隨便講 你很貼的在那邊 真的很重 所以你什麼真是師傅 都會這樣的 所以就變成說 小朋友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他們隨便動一下 就是全身濕了 那結果這樣子 他們在流失鈣質的話 我就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對 人也太脆弱了一點 對 這個角度都是好像有道理 那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 我說他沒有聽過這個 他又慌了 小玉琳 因為我第二個女兒 很明顯的比大女兒更會流汗 就是小孩子都很容易流汗 然後他是那種 連現在天氣已經秋天的感覺了 對不對 那他啥事沒做 他可能喝個奶奶啊 或者是就走兩下 他就滿頭大汗 你知道嗎 我都已經有點懷疑說 這是不是哪裡不大對勁了 所以你跟我講說 那個把蓋子都不見了 我就想說完蛋 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在頭目一出 瑞娟的臉從頭驚恐到尾 我想說 好 所以到底怎麼是黃醫師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言呢 答案當然是錯啦 對 但是傳言很顯 傳言還不只流汗 我覺得這個背後的理論基礎 是因為我們其實 神經傳導跟鈣很有關係 所以當我們鈣不足的時候 其實我們神經會有一些 失調的狀況 所以他們就會網路上傳 就流汗 倒汗 然後什麼夜經啊 煩躁魔人啊 醒後哭鬧啊 然後這個枕頭 一直磨倒汗 所以後腦勺會凸啊 這都跟缺鈣有沒有 會凸 這麼會扯啊 因為你想想看 回想哪一個你們都生過小孩 半夜哭鬧 不是每個小孩都有嗎 對啊 小孩都哭鬧 有 問女兒有 然後禿頭 你是問問看哪一個寶寶 後面不凸一段時間的 你們都先軌跡頭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根本就不是缺鈣的症狀 但我必須要講 真正缺鈣如果啦 假設你今天 你們都不會 但是你今天有個鄰居 覺得他爸媽都沒有在照顧他 然後這個都沒有營養 然後每天都蹲在暗無天日的角落 那你發現 就是有一天他跑來跟我說 阿姨 叔叔 我開始覺得有哪些症狀 比如說他覺得刺刺麻麻的 如果肌肉 就是開始我剛剛講 神經開始失調 所以他會有刺麻的症狀 或是抽筋 抽筋 聲音開始沙啞 很粗 然後吞咽困難 或開始氣喘 這些東西可能就是 你營養不良的孩子身上 發現這樣的狀況 就是缺鈣 所以如果今天有這些狀況 有在營養不良的孩子 那你才要去想這件事情 所以非洲可能會有這樣 非洲會 非洲會 對 這是趨率症的一個早期症 趨率症就是缺維他命D 跟這個鈣質 那再嚴重 是一個病就對了 那這個是要缺很嚴重的鈣 缺很嚴重才會 很嚴重 對 再嚴重下去當然就是 骨頭就變形 然後幻覺 癲癮 自力減退 皮膚粗糙 然後才會禿頭跟蛀牙 那都是很後面的事情 那我想請教一下 對啊 因為我們也常常聽人家講說 牙齒不好 它就是缺鈣的表現 是嗎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在非常嚴重缺乏的狀況下 它的牙齒就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狀 但是那個都是非常非常嚴重 要縱觀幾個原因跟理由 才來判斷它可能是缺鈣 那如果是牙齒長得很慢 很久才會長 那就完全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好多人因為牙齒長得慢 然後就要吃鈣變補鈣 為什麼牙齒在裡面都長好排排站 只是還沒有出來而已 那小孩到底有沒有可能缺鈣呢 以台灣目前大部分普遍 台灣目前如果有人照顧他 然後有在看我們節目 就不會 沒有人照顧的才會 就是他自己自生自滅 然後每天那種就會 不過現在的小孩來講 一般來講營養都過剩了 對 所以應該比較沒有這個故意 沒有缺 但是如果以攝食建議量來講 其實有很多小朋友 是普遍攝取不足的 鈣 對 因為你看 如果你綠色蔬菜也不吃啊 他如果挑食嘛 然後因為我們牛奶 也不一定為主食啊 有些不一定要吃 然後那些有 所以他們就發現 像有一個醫生就說 他在那個小兒那個內分泌門診 然後發現有一些小朋友 問一問他們的飲食之後 算一算會覺得他的鈣 可能有一些攝取不足的狀況 哪些小朋友你一定想不到 第一個 他說 在他的門診裡面 反而是那些太胖的小朋友 然後他在幫他們做飲食的時候 他會發現那些太胖的小朋友 看起來胖對不對 可是他們飲食中的鈣的攝取量 相對是偏低的 因為都吃漢堡薯條吧 會是你剛剛說的那個甜的飲料 有可能 對 他就發現這群小朋友 反而是相對偏低 我記得我之前寫專欄的時候 所以我在講 其實鈣足夠啊 比較不容易胖 但是如果這樣說的話 到底鈣在身體裡 真正的用途是什麼 如果說跟身高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然後不吃他就退回來 那個骨頭的硬度 那到底他在身體幹嘛 所以這叫... 我們身體叫恆定性 鈣其實在我剛剛講 最重要的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神經系統 一個是骨骼嘛 所以神經系統所需要的鈣質 這個我們要拿到 骨頭有一個差不多的標準 這個足夠的量我們要拿到 但是我相信 以現在我們台灣的孩子的營養 最基本的就已經達到了 剩下就是多的 那你多了以後 我們身體就會想盡辦法把它排掉 因為我講一個故事 有一種疾病叫做... 有一種疾病叫做 這種先聽性的疾病 這類的孩子 他的基因有缺乏 所以他骨頭裡面的鈣質 他排不掉 所以他的骨頭吃進去多少鈣 就跑到骨頭多少鈣 那骨頭就越來越硬 越來越硬 所以這些孩子容易怎樣 像大樹一樣沒有 這些孩子 太硬了 你可以想想看 對 你家裡怎麼會骨折呢 對 我問你喔 今天家裡一個花瓶 磁座的硬不硬 硬硬硬硬 掉到地上就碎了 對 今天一根竹子 竹子 可以彎來彎去比較軟 風怎麼吹它都不會倒 所以你今天骨頭太硬 你就是一直骨折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件事 我本來想要留在節目最後 我讓大家嚇一下 我現在我就先講出來 你真忍不住秘密啊 對 所以我剛剛講這句話就是說 我們的骨頭只要超過一個鈣質 它會想盡辦法把它排掉 因為它要保持它的彈性 所以我剛剛... 所以剛剛我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鈣質對我們很重要 但是超過以後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身體 就尿尿把它尿掉了 排便便把它排掉了 不要再流汗 流汗會流掉嗎 流汗會... 對 流汗好像不會的樣子 所以神經系統的安定 是需要鈣 是 所以媽媽容易抽筋 就是這樣 對 懷孕的時候 對 因為那時候鈣會相對低 今天算是開演技啦 對不對 神山雅 缺鈣 以前會說你鬼扯 禿頭 缺鈣 所以懷孕的時候到底要不要補鈣 齊聚起伏 缺鈣 有沒有 可是事實上真的之前有些大人 他們就發現 就是他們晚上睡得很不安穩 然後會抽筋 然後他就一直想說 我失眠的問題很嚴重 結果最後醫生叫他補鈣 就睡好了 對 成年人有一些問題啦 因為我們剛剛講 鈣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就是陽光 剛剛蘇菱也有講到 你如果身體一直都沒有曬太陽 你維他命D缺乏 你的鈣就會吸收得很沒有效率 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 你看我們兒科醫學會 或者是成年人 現在美國跟其他國家 都已經在強調一件事 就是維他命D 沒有人在提鈣 因為鈣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只要你維他命D夠 你自然鈣就會夠 那維他命D哪一來呢 那維他命D哪一來呢 就是現在的不只足不出戶 出去還是全身塗滿了防曬油 包得緊緊的 結果其實大部分的婦女 大部分的婦女 尤其是華人 因為我們都很怕曬黑 大部分的婦女 其實如果真要量 你們維生素D都是不夠的 都是不夠的 那這樣的狀況下 你們身體裡面的鈣質偏低 可能也是正常 但顯然你們也沒有因為D 而造成這個 出頭牙齒 沒有吧 就是半夜比較會抽筋而已 對 這個是合理的 可是小孩子 所以我剛剛講 不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吃鈣而已 應該帶他出去 曬曬太陽 多多運動 這些東西才是真的比較健康的 全方位的 抽筋是小孩也會出現的症狀嗎 如果缺鈣的話 這個有可能是從 對中醫的誤解裡面來的 因為中醫來講 找到兇手了 原來 我覺得很有可能 講得來po上網的是中醫 對啊 怎麼了 很有可能 因為像他這些小朋友 哭鬧啊這一些 會有一些那種驚嚇 在中醫來講 我們會用的藥是 屬於重症安神的藥 重症安神的藥 其實很多是 像是剛剛那個醫師有講說 跟神經的安定 所以中醫會用一些像 珍珠粉或龍骨牡蠣 它其實都是含鈣量 比較高一點的 那這種的話 可能就會讓人家誤解說 小朋友是不是有缺鈣的一個情況 其實不是 是因為這一類的 那種我們講說 重症安神藥 它剛好都是鈣質 含量比較高 那以中醫的觀點 小朋友確實很容易 會有一些那種 因為小朋友陽氣旺盛 所以他如果流汗很多的話 不管是早上晚上 其實都還算正常 如果他沒有一些 不舒服的狀況 就是像說 他不是特別容易感冒啊 或是說他不會有 那些疲勞的狀況 其實他流汗多的話 是他正常的一個身體代謝這樣子 好 大人他缺鈣 可能我們大概可以去驗 去檢查 不舒服之類的 我們也會表達 會問 小孩子躺在那個地方 我們他也不會講 也不會表達嘛 對啊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這樣看 唉唷 他可能是缺鈣囉 你知道嗎 這麼厲害 對啊 什麼樣的症狀之類的 像如果是我們兒科醫生 我們第一看身型 身型 就是你只要剛剛講 淑貞姐講的 特別瘦弱 特別感覺就是 面清口唇白 然後一副就是 有貧血的樣子 你看他就是一副 營養不良的樣子 我就會懷疑 那如果他再加上 剛剛講的一些什麼 抽搐啊 哭鬧 那當然就會 所以現在小朋友說 要缺鈣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 如果我們把範圍再放大 有沒有小朋友現在 比較可能我們要注意 會缺少的營養素 我想我在門診 有那個說要來缺補鈣的啦 有說補腥呢 補什麼都被我 就被我斥責回去 是喔 但是只有一個 我不會那麼鐵齒 就是鐵啦 缺鐵 鐵啊 對 因為我們現在 前一陣子也有新聞 告訴我們尤其是 在六個月到一歲的孩子 有的時候 在你的副食品轉換當中 你不是那麼的了解 積極 然後不太均衡 那有可能那孩子的鐵質 就是他血液中的鐵會不足 那不足就會貧血啊 那有人認為長期會有 智力的問題 長期啦 短期不會了 所以這類的孩子 我可能會驗 那驗了 如果他真的是屬於 缺鐵性的貧血 那我就會給他補充 黃醫師一講之後啊 然後瑞君就超緊張的 就開始說 那怎麼樣會去 那要怎麼補 對 要少了什麼 可是你的意思大一點了吧 一歲 兩個 三個月 那應該還好吧 對不對 其實基本上活動力OK 沒有問題 但是下一個問題 你到底觀念對不對 那還要再看一下 好不好 大家應該還是會這麼做 就是給孩子吃鈣片 要選天然鈣 比合成鈣還要好嗎 是不是 只有 其他全部去 為什麼 可是我其實也很想 我也是耶 沒關係 來 瑞君先說 其實喔 就是因為 你知道 牛奶也不能喝 然後你知道七十片也是 死給 死不給 然後我就有點焦慮 然後我就有點想說 是不是應該去買什麼 兒童的鈣片 想說去找什麼 比較天然一點的 可是後來我老公是有點反對 我老公是覺得 所有的東西 只要是合成的 他都覺得不自然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就算了 你知道嗎 所有合成都不自然 所以天然的比較好 那你為什麼覺得 所以應該是圈啊 沒有 所以我問你說 天然鈣是什麼 就是說 有比較天然的鈣片嗎 還是說 完全從食物來 沒有喔 是用食材去製造 來定義一下 天然鈣的定義 它的天然鈣的意思就是說 天然的 萃取的 牡蠣 你說什麼麵盒 他們現在都賣什麼珊瑚鈣啊 對 之類的 還是在製造過嘛 對 跑到成鈣 它可能是有一些 比較化學物質去合成 對 那還是變成鈣片 可是我們都覺得 那種就是所謂 就是在製造過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是不自然 吃食物而已啦 不然我們就有點就是 其實天然鈣太難攝取了 或是所以 有時候就覺得說 是不是合成 它可以把它合成 身體比較容易吸收的 分子比較細 天然鈣在市面上 其實買得到啊 可以啊 有很多都會訴求 它是天然的啊 對 就一樣是鈣片啊 對 他們意思是說 天然的形態 會不會吸收率沒有合成的 它有特別設計的 可是它很可能只是 比如說珊瑚磨成粉 它會給你吃 它可能是吸收不到 那合成的它可能就是 它都會講說 它是奈米的 對啊 就是鼻子很容易吸收啊 我去買那個鈣的時候啊 比方說它營養那個維他命 它不會只寫鈣 它比方說鈣加D 它是這樣子共同去攝取 是不是可以讓它的鈣的吸收 會比較好 更好的效率對不對 對 剛剛其實英文講到 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的確你不同鈣 它接的那個鈣離子 東西不同 你的吸收能力會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是天然 比如說牛骨粉磨的啦 剛剛講珊瑚磨的啦 貝殼磨的啦 那這些跟米開朗基羅的石膏磨出來 大概是差不多 吸收率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吞到肚子裡 大概就變成糞便的一部分就出來了 所以才會有化學鈣的產生 就是說藉由一些英離子 跟它結合之後 身體的吸收率比較好 所以合成鈣比天然鈣好 理論上是這樣啦 就是比如說 以吸收的能力來講的話 也許它的檸檬鈣 檸檬酸鈣或什麼等等 它的吸收率也許會稍微好一點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回到原來 最好吸收的鈣呢 其實就是從食物中攝取 因為你就 其實鈣的吸收 它還需要周邊很多其他的因子 一起合作 像之前很流行在講鈣鈴比 有沒有 你今天鈣跟鈴喔 2比1喔 腸胃道就覺得這個比例很好 他就比較喜歡吸收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個理論說 牛奶很好 因為牛奶的鈣鈴比很棒 那跟起司一樣很棒 所以你喝牛奶吸收的鈣比較多 OK 這個就是要告訴你說 並不是只有說那個鈣本身 接合的東西而已 你還有旁邊的環境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補鈣 我倒覺得 比如說你希望你的孩子 能夠達到一個正常標準的鈣的 一個吸收的話 我倒覺得你應該要去 上網去查一下 哪一些食物的鈣質吸收比較好 像我剛剛講 牛奶是一個對不對 那我們華人的飲食 很多國外都沒有研究的 但是我們華人很多飲食呢 其實鈣的吸收也很好 就像剛剛講的 深色的蔬菜 我們這個 從蔬菜當中攝取的鈣 海帶啊 豆腐也還OK啊 等等各式各樣這個堅果類啊 這些東西都是讓你的腸味道 比較喜歡那種天然的樣子 讓它吸收起來會比較好 所以我再講一個 母奶裡面的鈣質沒有配方奶高 可是它吸收率非常的高 所以你的孩子 對 使用量就很大 所以這是一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像鈣的那個中藥 如果是以中藥材來講 含量比較高的 大家比較知道 大概珍珠粉 剛剛講說珍珠粉比較適合 就是像小朋友 如果有哭鬧的這個問題 其實它有一個安神 剛講重症安神 但是沒有說幾歲以下的小朋友不能吃 因為其實珍珠粉 在以前來講 就對小寶寶那個都可以 但是主要要注意的是 中金屬的問題 還有劑量的問題 所以你要吃的話 千萬要諮詢你的中醫師 這個小朋友適不適合 那其他的一些重要材 像是枸杞子 紅棗跟黑棗這一些 其實都還滿適合 就是在你的一個小朋友 如果他平常在煮一些那個什麼粥 你可以放在裡面 它其實就還滿適合給小朋友吃的 那剛剛那個黃醫師有提到說 其實有一些食材來講 那食材它也是重要的材 像是那個黑芝麻跟黑木耳 顏色比較暗一點的東西 它其實都很適合給小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Baby 你給他煮的那些什麼 像那種那個 比較糊狀的一些那個副食品裡面 就可以添加在裡面 就是那個芝麻粉 或是早上用豆漿去泡那個芝麻粉 其實就可以給一些 比較年紀小一點的小朋友 芝麻粉小Baby就可以攝取 對對對 就是小 它可以磨成很細的粉 對 像芝麻糊這樣子的東西 或是把它泡在牛奶 或是泡在豆漿 所以加的不應該是 像那樣的鈣粉 而是應該加芝麻粉 對 天然的這些那種食材 它其實就可以補充到 我們的那個天然的鈣質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如果是蔬菜類 那個鈣質的含量 通常小朋友比較不愛吃 就是像是那種什麼紅鳳菜 然後芥蘭菜 然後他們肯定不吃 他們可能比較不愛吃 對 那可能就是可以用一些 其他的食物 像豆腐這一些 小魚乾這些去做取代這樣子 那像素卿有聽過 什麼亂補鈣質 我有問題的案例嗎 對 所以為什麼剛才大家說 那個裡面要加芝麻粉 不要加那個什麼鈣粉 有一陣子真的很流行鈣粉 你知道 因為他們鈣粉 誰就肥小孩子 泡在牛奶裡面一起吃 可是小孩子那麼多 鈣幹嘛 之前就有一個醫院 他們收到一個很特殊的案例 那小朋友就十歲 他那時候送醫院的時候 是因為他就開始 奇怪 小朋友就脫水 然後便祕之外 又好像想吐 吐的東西 然後送去之後就發現說 他兩邊的腎臟 都有那種擴散性的鈣的成績 檢測就發現 他的血鈣是一般正常的兩倍 更離譜再去抽血 而且就發現他血中 維他命D的含量那些 大概是正常值得 有些甚至高達快十倍 九倍 十倍 那你想說 這小朋友是天生的 機能的問題呢 還是發生什麼事 就一問就發現 他從五個月大開始 他們家人就在泡牛奶的時候 就去買那種 藥妝店的鈣粉加進去 藥妝店 對 然後那個藥妝店的鈣粉 他們現在鈣啊 為了增加他的腸胃吸收率 他們都會鈣加D 有些甚至D的劑量加很高 所以如果單純鈣 老實說吸不進去就排掉了 可是他又是鈣加很高的D 所以可能這樣的情況 他低也太多了 然後所以造成那小朋友 就高的 維他命D高的血鈣 就等於是鈣中毒 高鈣血症 不過像剛剛說的那一個 是要吃到長期 才有辦法會變成這樣 因為他吃很久 或者是太執著了啦 太執著了 對 加的量太大 所以真的補太多的鈣 的缺點 除了那個還會有什麼 就大概便秘吧 我想 真的 之前就有人 每天吞那個鈣片 結果他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是便秘這麼嚴重 結果藥師說 你一天吃這麼多鈣片 你當然便秘 真的 大便也蓋化了 真的是吃芝麻 這都大石頭出 真的 太恐怖了一點 好 所以你看 今天我們做這一集呢 糾正了大家 傳統的一種想法 都認為說拼命補鈣 灌鈣 小孩子長得又高又壯 錯了 原來長高跟鈣 一點觀點都沒有 好 那如果還要補鈣的話 那到底我們要正確灌鈣 小孩子概念 對 很多父母他可能說 雖然沒有 但他吃了我們安心嘛 而且可以控補膠 對不對 至少是對不對 沒有 至少是肝骨 肝骨建構 就不會是鋼筋的 是這樣的 所以正確的觀點 來 黃醫師總結 所以世界上沒有 這個不勞而廢的事情 不可能有一個仙丹 你一吃 孩子就如大樹般成長 所以我們今天在研究 這個健康議題的時候 像我們這個節目 叫多看幾集 不能只看一集 你就長期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健康的食物的種類 有哪五大類 家裡有哪些環境 我們要趕快減少一些 不好的因子 對 這樣讓孩子能夠 正確的成長 比你補鈣還要重要很大 對 再發他來啦 一定 這就他說那句話的用意 而且文化是個好媳婦 是嗎 好 所以在小孩子出生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很多的錯誤的行為 都來自於父母的猜 猜這個字 讓你也想說 沒關係 我們就是做嘛 做總比不做好 對 但是有時候做下去這個行為呢 導致了後遺症 那是非我們能夠想像的 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們還是帶著小孩去 給醫生稍微鑑定一下 那才是最好的啦 對 祝福大家這個小孩都長高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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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 既然 剛好 叫剩佛 你 做 environmental 為你們 在哪裡 föreme 就是 光